來… 這個 生活成本最高 新加坡 兩個都並列第一耶 Absolutely 我以為是美國耶 No way 新加坡東西會貴嗎 美國的醫療太貴啦 這個沒錯 醫療的 什麼成本 對 醫療是另外一件事情 新加坡貴啊 貴啊 車子貴 醫療也貴 新加坡的車子是亞洲最貴 對 其實是擁車正貴 對 它要有一個 LICENSE 你才能夠擁有這台車 我能擁有這個車 因為它沒有辦法 它太小了 所以它車子經過某一些路段 都要貴血 ERP嘛 是ERP嘛 對…ERP 對 他們的LICENSE比次還貴 我聽說300萬台幣 而且還不一定有 因為你要去標 我有開… 我有開一家老糖牛肉麵 180塊台幣 很便宜吧 可以安利 新加坡 然後一碗牛肉麵600 滋補下去 妳…妳問盤嘉莉 來… 是真的很貴 是真的很貴 所以我才趕快舉手說 我們是第一名 可是你們的薪水是不是 比台灣高很多 兩道三道薪水也高啦 對… 對 也是高 所以其實人民過得也 沒有到很開心 因為你賺得高 你花得也多 所以有點打平了 過路才神啦 那個解決不是要在新加坡工作 然後住在馬來西亞 對 不是這樣做 我聽過很多人會這樣說 住在新山 對 馬來西亞 就貨馬路… 也有人這樣 一個東西很離譜的 就是你離開新加坡的時候 他們會看你又剩多少汽油 汽油 如果是太小的時候說不行不行 因為你不能去那邊 你不可以開到那邊去加油 因為那邊的郵費 所以大概新加坡的三分之一 沒錯 對 我有…100個員工在新加坡 差不多一半以上住在新山 對 憲哥是做得住很大 其實新加坡的生活成本很高 是沒錯 可是我們巴西 超多物品的價錢 是應該全世界最高的 假設說30產品好了 一個手機 現在最新款的一個 iPhone14 Pro Max什麼什麼的 最新款的 台灣應該4萬或台幣到5萬嘛 巴西8萬 以上 那新加坡應該不用8萬吧 為什麼要這麼快 是import 對啊 是進口稅 我們所有的import超可怕的貴 車子 手機 電腦 相機 鏡頭什麼等等的 都好可怕 好 我給你講 還有一個東西 而且你們的月薪只有台幣7千 是不是很可怕 不會 不持不合 說一年 我們的低薪是7千塊 那這樣怎麼活 所以我就來台灣嘛 難怪你來台灣 所以你回巴西是富翁耶 從一年間的通告就買一台iPhone 對啊 真的 好可… 所以都是用頭的嘛 那其實講解這麼多是一天的 所以用通告費就可以 怎麼會這樣啊 裁客…補充一個 對…你們瑞典的 買酒 買酒成本很高 酒怎麼又貴呢 因為其實就是政府 磕稅 對 磕稅建議我們國人 不要喝酒 巫室 造勢的很多 砸店 把車給燒了 把電給砸了 我聽說大部分都會開車 去德國去買酒還是什麼對不對 會舊船 開車去德國 大部分去買酒 挪威 丹麥附近的國家買酒 比較便宜 這樣自己載回來 自己載回來 對 因為進口稅 剛才Sandy講進口稅 進來 比如說一樣 大概莫數差不多 然後酒精濃度也一樣的 啤酒來說 台灣賣50塊 瑞典可以賣到250 好美喔 冰城 對 冰城 然後坐船 兩個多鐘頭 一樣馬來西亞 蘭卡威… 好 到那邊 我這水喝得很帥嘛 人家怎麼一直很羨慕 你怎麼不喝啤酒 我說為什麼要喝啤酒 對啊 對…有些國家是這樣 歐洲也都是這樣 對 對 歐洲也是 對 所以德國人就乾脆喝酒 啤酒當然是啤酒了對不對 對啊 又便宜還會飽咧 我們法國那個瑞石的人 很會來法國買東西會去 比如說他們每天要去 比如說賈瑞夫 他們會一個禮拜來法國 買他們的食物 然後帶回去瑞石 對 因為瑞石的價格的物價很貴 可是他們的薪水比我們 也是很貴 可是他們很容易可以來法國 然後回去 你也要保健評估最爛的國家 我已經知道答案 你不用私貼 對啊…美國 台灣是台灣的 可是美國的 等一下…確定是美國還是巴西 沒有 美國… 美國什麼 美國 我知道 我…你 我可以跟你說超多的例子 第一個 OK 就是我的朋友 我從國小認識他到現在 他都還沒看到醫生 是吧 應該差不多就是這麼誇張 是…沒錯 但是他結婚了 然後他老婆生小孩 他們的醫療費是多少 他已經有健保 但是不和健保的話 OK 他要這個 他自己支付的 就是有健保支扣之後 30萬 OK 這麼貴 再來呢 我弟弟 我親… 我媽媽親生的弟弟 他結婚了 他的老婆不敢去醫院 他去一個生產中心 那邊沒有醫生 只有一個護士看有沒有怎麼樣 當天他們生產完就回家了 然後他媽媽幫他照顧一下而已 他真的很可怕 不敢去醫院 對 很多人這樣子 他們出事禍 你知道他們不是看他們有沒有受傷 他們是擔心有沒有住戶車 來他們接他們 因為你要坐一趟至少10萬塊 無論是3公里什麼的 10萬塊 然後打個點滴而已 4 5萬台幣 沒錯… 300萬台幣 巴西人要跟我說 428塊 就對了 然後生一個小孩 對不對 你不是用 重點是生一個小孩 巴西人要用計算機 才知道要工作400多年 什麼東西 400多個月 真的 很可怕 那個連Making Love都不敢了對不對 太可憐了 有台灣朋友有去美國留學 我懷孕了 你會死掉 直接嚇爛 對啊 你看 就是為什麼很多台灣人 怎麼會 他寧可養一隻iPhone的 不要養一個小孩 好可怕 我們在法國 法國… 對啊 醫生都是免費的 大部分都是免費的 你的愛診也是免費的 超可怕的 可是你們排不到醫生吧 排不到 因為是免費的 越來越難 是不是 對… 這真的是很悲傷的 當然健保非常好 不要說健保啦 從你一出生到死亡 沒有 他們必須 你們是必須 因為他們人不夠 對 我們是 對 他每一個都好珍貴 鼓勵你們做生育 對… 來… 故意殺人案 受害者最多的國家 美國吧 美國啦 我也覺得是美國 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巴西每10萬名居民的 故意殺人案 受害者量高達4萬7千人 然後這是全球第一… 美國是第五啦 21570人 天啊 我也不想等這個的吃醉的 這個還滿丟臉的 滿丟臉… 我跟你們講 全世界Top40最危險的城市 10個在排行班上 都是在巴西的 而且都是我出生長大的地方 而且出國的城市 太可怕了 有一次我是朋友 高中的時候 就是拿到了一個新的車 他就開車到我家 跟我說 五燕 下車 我爸爸送我的新車 然後我們就一起開始開了嘛 然後這裡面有我朋友在開車 然後這邊有另外一個朋友 我在後車位吧 結果遇到了一個紅綠燈 我朋友就煞車 燈了一個紅燈 我默默的覺得 蟹腳對面那邊的另外一台車 就開始盯著我們看 用這個隱身 什麼 跟你對面的 對 眼睛超開的喔 其實我就覺得怪怪的 因為我看過這件事的眼神的 我就跟我朋友說 朋友說綠燈的時候趕快 加速 趕快就好 他就一開車 我朋友就開始緊張嘛 但是女生比較緊張 然後他就一開車他開得不快 然後那個車就開始追我們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都已經抬起來槍 為什麼… 你看我比起隔膽 我都記得哪一天了 那個槍有出來了 我就把我朋友是 直接把它拔出來 我直接就是上那個開車的位置 我就開始向外面光頭 就是Fasting Furious 就開始煞車 你就想想中台北的東區 這麼的賽車 好多車子 我在裡面就是100速的速度 鑽來鑽去這樣坐 鑽去 後面的車子在裡面開槍喔 然後就馬上就 我朋友趕快把電話拿出來 打給我阿嬤 因為我開車的方向 剛好是快到我的阿嬤家 不對吧 你應該要去警察局 沒有啦 警察局沒有用啦 我是說也要直接到我的阿嬤 阿嬤比警察有用 為什麼 跟警察不管這樣 沒有 警察管 我等一下 因為我阿嬤一接電話 我就跟他說 趕快把那個停車程的門 先給我趕快打開車 然後我就確定之後 我在那個小弄端子右轉 有左轉… 右轉…右轉了 我就直接啾… 趕快進去嘛 然後那個門又關起來了 然後安全了…就報警嘛 終於可以報警了嘛 有用嗎 有用 報警了之後他們找到了那個人 他們都是一區一人在吸毒中 然後我要趕快去 像一台車去賣掉了 才可以賣毒品的 用吸毒 然後你的是新車 對 而且你們覺得這個夠可怕嗎 我跟你講 你們台灣打公車的時候 是不是很安全 我有一次在那個大學的時候 在那個公車站等我的車嘛 然後車子是從這個方向 往這個方向走 我們等 結果從右邊的方向就好鬧喔 一台車快速逆向 從這邊過來 追逐過來 他一過來 我跟你講大概上個子彈 就飛了… 一個子彈還撞到那個 那個公車站後面的玻璃 就踩一點撞到我這裡 然後追著他這台車的 另外一台車是警察車嘛 然後我們就好緊張 警匪追逐啦 蹲著那邊就好可怕 然後大概不倒了五分鐘 警察車又回來了 慢慢的開 上面都是實體 他們在後面的地方 他們都處理掉了 也都是跟吸毒有相關的 你看他在巴士多可怕 就是隨時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拿到這個第一名 他好像還滿得意的樣子 這好恐怖喔 好恐怖喔 你平安 最後一個 好恐怖喔